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媒体最新爆出一则丑闻 佩洛西窜台的亚洲型包机上 有一个未列入访问名单的神秘人物 他就是佩洛西的小儿子 小保罗佩洛西 这个小儿子被挖出 处在两家理矿开采公司的支付薪酬名单上 而亚洲刚好有理矿厂 台湾又恰好是锂电池生产的佼佼者 此外他还投资新加坡的能源业 而新加坡又刚好是佩洛西访问的另一站 佩洛西本来就因为他的老公保罗佩洛西投资股票 赚得盆满钵满 而被怀疑是他提供了内幕消息 如今他又顶峰作案 把经商的小儿子带入了自己的亚洲行程 佩洛西辩称让儿子同行是为了给自己做陪护 可是谁信啊 鉴于美国政商勾结的传统 人们都认为佩洛西在利用这次访问 为他儿子拉生意见人脉 比如呢 他在暗示台湾当局 后者欠他佩洛西的人情 就应该还到他儿子小保罗的身上 佩洛西一家子 可谓啊 美国政商勾结的缩影 据披露 佩洛西一家去年的股票收益率高达56.15% 远超股神巴菲特的股票收益率 在国会山排第二 而排第一的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而自2019年至2021年第四季度 佩洛西一家的投资组合 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96% 几乎翻番了啊 政商勾结是政治腐败最通常的表现 大家知道啊 为了防止权力被用于不正当牟利 中国呢 已经宣布听局级以上官员的直系亲属 不得经商 不得在非公有企业中担任高管 为的就是彻底堵住这个漏洞 但是呢 佩洛西 她是美国的三号人物啊 从老公到儿子 都在利用她的影响力公开从事商业活动 并且牟利 美国舆论不是傻子 但呢 却拿她无可奈何 这次佩洛西访问亚洲 美国媒体记者当然能够发现她的小儿子也在专辑上 但是那么多天里 媒体上对此一个字的报道都没有 那些记者在帮着佩洛西隐瞒 人们后来是通过一些照片上认出有她的小儿子 事情呢 才曝光出来 政商利益相互交织 并且呢 彼此推动 这在美国既是潜规则 也是公开的现实 特朗普竞选总统前 他就是商人啊 他当总统后 把一些会议代表团的住宿公开往自己的酒店里拉 有的时候呢 用不着他拉 副总统彭斯 他们那些人就帮助他拉 这些呢 都不用避嫌 老板当上总统促进自己的生意 佩洛西老公和儿子搞点内幕消息 通过他拉一些生意 又能算啥 美国官员与商界的旋转门更是大摇大摆的存在 向中国官员退休后不得经商 去哪个地方兼职 不得取仇 这些限制在美国完全都没有 美国舆论是有抱怨的 但那些抱怨总体上很微弱 起不了推动和改变的作用 不是说啊 媒体上曝光了佩洛西的丑闻 网友们一起骂 调整就必然发生 佩洛西也在职位上坐不住了 美国他不是这样的逻辑 美国舆论似乎什么都能说 但说了也白说 原因是美国的媒体也都是资本控制的 美国整个国家的政治运行都有资本主导 它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 资本的权势在美国最大资本扩张的逻辑 他们与政坛的相互利用关系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 所以呢 美国社会实际上对政商勾结已经认了啊 面对佩洛西家族 借助他的影响力和关系敛财 大家呢 也有意见 看不惯 但又能如何 我认为啊 这是一种挨莫大于心思